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赛季怎么确定首发也是很烫人的事 据说科尔计划打无小阵容 一 看看勇士主教练科尔排出的首发阵容怎么样 是不是有点离谱 一 空位保罗 科尔让保罗进入首发也是无奈之举 三千多万打替补也不合适 况且保罗好胜心极强 虽然年龄有点大 但刚刚过去的赛季 保罗表现也还算过得去 毕竟控场大师的名号也不是白教 上赛季保罗一共代表太阳出战了59场比赛 他场均可以贡献13.9分4.3篮板 8.9助攻 1.5抢断 帮助太阳在常规赛取得了45胜37负的战绩 到了季后赛期间 保罗场均得到12.4分5篮板 7.4助攻 1.7抢断 和常规赛差不多 不过科尔让他进入首发 除了可以缓解库里的组织压力外 意义好像不是太大 二 分位库里 虽然库里35岁了 但他还是勇士当人不让的头号巨星 上赛季场均贡献29.4分6.1篮板6.3助攻 每场可以投进4.9个3分 命中率高达42.7% 还是一流射手的水转 库里就是勇士的对魂 没有他真的是一盘散沙 有他才有希望 三 小前锋汤普森 虽然汤神也33岁了 但是他有1.98米的身高 打个小前锋也算勉强 不然让他打替补 好像不是多尊重 上赛季场均21.9分4.1篮板2.4助攻 三分球依旧是他最大的攻坚力气 三赛季作为联盟的三分王 场均可以投进4.4个三分 在两大空位身边 下赛季有望如鱼得水 四 大前锋维金斯 从森林郎过来的枸杞哥维金斯 正值生涯巅峰 身高2米03 按讲说是标准的小前锋身材 但打小阵容大前锋也可以 毕竟他是勇士队阵容中 真正攻防一体的球员 上赛季场均17.1分5篮板 2.3助攻1.2抢断 场均投进2.4个三分 命中率39.6% 不断保温杯的维金斯 是勇士的头号防守强将 5 中锋格林 格林是小球中锋的不二人选 上赛季场均8.5分7.2篮板 6.9助攻1抢断 33岁的格林进攻 早已经不是他的拿手好戏 防守和组织进攻才是 但是首发中有保罗这个球吧 即使库里可以打无球 但是格林呢 在进攻端怎么样呢 2.库里显然对首发的小阵容安排 有意见 直言不讳 球队有两大问题 一是球队这身高 还不是得完地啊 库里主张鲁尼进入首发 和上赛季保持一致 鲁尼有身高有臂展 尤其他的臂展达到了2.21米 其中防守和抢篮板也是他的长处 身体也是耐操啊 上赛季保持全集 在20多分钟时间内 场均可以砍下7.0分 9.3个篮板 2.5次住 投篮命中率高达63.1% 真的是相当实用 他进入首发 至少可以保证篮板和内线防守硬度 20球队年龄太大了 勇士队新赛季有6个年龄30家的球员 库里35岁 克莱33岁 格林33岁 保罗38岁如果让他们首发 能打多久好球 替补上的约瑟夫也32岁了 还有佩顿也30岁 勇士对这年龄 真的不知道能不能坚持到季后赛 更不说夺冠了 3.勇士计划先首轮6号秀补强内线 诺埃尔身高2米11 臂展2米22 年龄只有29岁 正值当打之年 现在闲职在家 正是勇士可以使用的中锋 比霍华德也年轻得多 他身高必长 爆发力强 运动能力出色 上赛季诺埃尔效力于活塞 得到的机会很少 场均出战10.9分钟 可以贡献2.3分2.6个篮板 0.9次抢断和0.6次封盖 看数据不太好 其实如果给他机会 他是有贡献的 毕竟诺埃尔曾是也是全美有名的潜力 学校前他是状元大热门 加入联盟后 诺埃尔也打出过高光表现 新秀赛季 场均9.9分8.1篮板 1.8抢断外夹 1.9盖帽 可谓是攻守兼备 诺埃尔本赛季之所以表现不好 最主要的原因是活塞作为重建球队 教练组还是以重点培养新人为主 诺埃尔没有获得太多表现时间 数据可想而知 如果他能加盟 肯定能提高勇士队的内线攻防和篮板球 如果让库里汤普森 维金斯格林鲁尼打首方 保罗 库明家 诺埃尔等打替补 是不是更好一点 勇士终于宣布决定 再见了 NBA 霍华德可能又要对位台妹 NBA球迷们 有一件让人兴奋的事情 要告诉大家 备受瞩目的勇士队 终于宣布了他们的决定 为了追求更高的荣誉 他们将告别NBA 而这个消息 也让另一位我们非常熟悉的人物 浮出水面 魔术霍华德 这一次 他或许有机会再次与美丽的台妹对决 我是张天勇 一个资深的体育迷 对于这次的勇士队决定 我感到非常惋惜 但同时也为他们未来的发展 感到期待 接下来 我将从几个方面详细解读这个重磅消息 以及它可能带来的深远影响 首先 让我们回顾一下勇士队的辉煌历程 他们在过去的几年里 评级入库里 汤普森等一众明星球员的出色发挥 成为了NBA的顶尖强队 这一次的告别 意味着他们将不再以NBA为舞台中心 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将彻底退出篮球界 据悉 勇士队将转战电竞圈 继续在篮球领域中 寻求新的发展机遇 接下来 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位引人注目的篮球人物 霍华德 魔兽霍华德 曾是NBA最顶尖的内线球员之一 他得到来勇士队在禁区的防守 将得到极大的加强 霍华德 曾多次在对位台妹的比赛中 占据上风 这一次 他或许将再次与美丽的台妹相遇 随后 我们来探讨一下勇士队这个决定的背后原因 从经济角度来看 勇士队作为一支豪门球队 他们希望通过转战电竞圈来拓宽自己的商业版图 此外 勇士队也希望通过这一举措 为电竞产业带来更多的关注度 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 当然了 勇士队的这个决定并非一帆风顺 在NBA球迷中 有人对勇士队的离开感到惋惜 也有人对他们的未来充满期待 但不管怎样 这一消息 无疑已经在篮球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在这里 我想表达一下我个人的看法 虽然勇士队的离开 让我这个NBA球迷被感惋惜 但我也对他们的未来充满期待 我相信 勇士队在新的领域中 会取得更多的荣誉和成就 同时 我也期待着霍华德等球星的出色表现 无论在NBA还是其他赛场上 他们都将为我们带来更多欢呼与激情 让我们一起祝福勇士队 在新的征程中取得成功 同时 也要密切关注霍华德等球星的动态 看看他们将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篮球界将为我们奉献更多精彩与激情 总之 勇士队的这个决定 无疑给NBA带来了一定的冲击 但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新的期待与机遇 让我们关注这个新的发展方向 为勇士队 以及整个电竞产业加油助威 勇士签约小格林 曾使火箭弃子被耽误两年 获成小球骑兵 为了备战季前赛和新赛季 荆州勇士在自由球员市场 再次做出行动 用一份双向合同 抢下刚刚被雷霆裁员的加鲁巴 补抢内线的轮换 很明显 勇士已经准备好了 如何面对新赛季的征程 而加鲁巴的到来 也将会为勇士带来更多不一样的战术变化 甚至可能成为小球体系的骑兵 作为2021年首轮第23好秀 加鲁巴被火箭选中之后 并没有得到太多的重用 对于当时的火箭来讲 球队处于重建期的初期阶段 最重要的就是确定战术核心 由于火箭一直在沿用小球战术 而且将格林和小波特 确定为战术核心 因此在内线球员的轮换方面 并没有太注意 导致加鲁巴的出场时间不多 两个赛季仅有场均2.8分3.9篮板 加鲁巴的身材属于短粗状类型 在对抗中占据一定的优势 不过这并没有让加鲁巴 成为一名专门争抢篮板球的篮领球员 在进攻段 加鲁巴还能够送出一些精妙的传球 并且还具备一定的三分球投射能力 如果能够得到更多的出场时间 那么加鲁巴的表现 绝不会仅仅局限于此 至于勇士选择牵下加鲁巴 也是希望球队在新赛季 能够拥有更多的变化 勇士在休赛期引入了多明星员 但是在内线的轮换方面 却仍然处于缺失状态 萨里奇有投篮 可是在防守端却没有太好的效果 卢尼的篮板球是勇士最需要的一环 可是在轮换时间 勇士仍然需要一名更合适的 替补球员来扛起重任 此外 格林的老化也让勇士 为球队的未来提前做好打算 格林虽然在今年休赛期 得到了勇士的续约合同 可是明眼人都知道 格林在勇士战术内的地位 正在逐渐下滑 甚至在比赛的关键时刻 格林还可能会影响到勇士的战术轮转 与其等到格林真正退化的时候 寻求转变 莫不如趁着球队磨合期寻找新人 为未来做铺垫 加鲁巴从身形上看 与格林极为相似 而在打法方面 也有能力成为像格林一样的球员 加鲁巴的防守充满对抗 而且非常善于观察对手的进攻喜好 会选择提前站位挡在对手身前 当加鲁巴在外线持球时 他也会观察队友的跑位情况 一旦队友出现空位 加鲁巴也能够送出精妙的传球 带动起球队的进攻 勇士在休赛期的心筋空间 已经所剩无几 在这样的前提下 签下加鲁巴 足以看出对其的认可 加鲁巴的能力尚在开发 而一向强调多球员轮转体系的勇士 是非常适合加鲁巴的球队 如果加鲁巴能够打出稳定的表现 那么勇士势必会重用他 而加鲁巴也有机会成为勇士的骑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